这是它的皇宫吧 你看这边的城都非常的老 比如说这个楼你看看 基本上都给有一百多年了吧 你再看看这边的几个雕像 这是典型的这个 这个瑞典式的建筑 非常的老式 据说呀 因为这个瑞典的一战和二战之中 基本上没这么打仗 所以它很多的建筑 就是说保留下来 不像欧洲 尤其是德国 基本上被炸成了一片废墟 像瑞典的话 人家直接投降了 我们不打了 和法国人是一样的 当年希特勒打法国的时候 本来是要抵抗一下 后来法国说 这要抵抗还得了 我们的法国的建筑 都被炸了 后来法国直接投降了 巴黎就这么保留下来